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天气大致上都还算稳定 就连这种热对流大概是属于比较局部性的 不过未来这几天随着这个被逼加台风 逐渐的往长江流域出外口 就是上海这附近接近 这整个外围的环流影响慢慢的会比较明显一些 先来看看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中南部这一代大概都是黄色的 但是还好普通的等级而已空气品质也都不算差 那另外在降雨的状况 山区午后正与大部分集中在嘉义以南的山区 这边量比较多了大概有下了100多毫米 平地方面在嘉义以南的部分地区 也有碰到其他地区大概都是以晴道多云的天气为主 那至于在气温方面来看 跟昨天这个时候来做比较中南部这一代部分地区 下来雨了温度上面稍微下降了一些 感觉上比较没有那么的热而已 至于说天气系统呢 未来这两天跟台湾有关系的 当然还是属于这一个被避加台风 现在还是一个轻度台风 不过未来慢慢的会增强为 明天有可能 明后天可能就增强变成为中度台风了 是比较偏西的方向移动 没有直接的影响 偏西北然后偏西的方向移动 大概礼拜天来到了长江流域出海口的东边外海 接着下个礼拜一可能就会登陆了 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 其实大概就是礼拜天这一天 但是明天我们看到这整个外面的这个北风 可能就下来了 受到这个外围北风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可能就会有一点短暂雨的状况 那中南部大概都大部分都是属于午后的局部阵雨 那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有一点北风下来了 下个礼拜一这一个被毕加台风往中国上去了以后 我们大概大部分就恢复这一种午后有一点阵雨 东半部有一点短暂雨 下个礼拜三低压带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菲律宾东边外海 可能还会有热带扰动行程 那这个热带扰动行程以后 可能就往北的方向移动上来 大概穿过琉球海面 那会不会直接侵袭到我们台湾 当然这个还要再做观察 因为整个中心都还没有整合起来 所以路径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那要纵使来到我们台湾附近这个琉球海面 大概是下个礼拜四的事情 还有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持续做观察 不过下个礼拜三开始低压带的影响 天气会再更不稳定一些 目前来看的话 中秋节这一天天气倒不会说特别的坏 第一个这个被毕加已经往中国的长江流域这边上去了 第二个后面这整个低压带还没有完全的上来 那所以就礼拜二的中秋夜目前来看的话 下雨的机会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高了 那雷达上面东边外海还是有很多的雨雨区在接近当中 不过接近的过程它事实上都有在减弱了 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明天随着被毕加再往西的方向移动 外围的这一个北风可能就下来了 地形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会有一点短暂雨 这是礼拜六礼拜天 那中南部午后震雨今天发展的比较旺盛一点的 大概就是嘉义以南 我们看到平地方面台南高雄甚至嘉义这边通通有碰到的 那中部局部地区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也有碰到 大致上来讲现在已经傍晚了 所以慢慢的有在减弱 不过台南高雄这部分地区有时候一阵雨现在还在下 下得还蛮大的 不过这一种大概时间都不会太长的 那气象署所预估出来降雨的状况 这个是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北部东北部开始有点短暂雨了 这是明天的白天北风下来了 所以北部这边下雨的状况就比较明显一点 中南部大概就是午后震雨了 东部的平地大概可以维持寝道多云 可能有雨的话也是比较零星比较局部 那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天的清晨 一样台风外围的云层还是有下雨 礼拜天的白天 北台湾这边还是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 就明天的天气预报而言 中南部午后震雨 北部东北部北风的影响 也有些震雨的状况 花冬这一带天气相对的就比较稳定一些 在待会儿多云 Rac的接下来 大来看 大来看